現在大家在買車,應該都會聽到主動式安全系統這個名詞 亦有觀眾留言問我們會否介紹 我們不單止為大家介紹,還會為大家講解 由 SAE International 即是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 所界定的自動駕駛分級 一共分為 Level 0 到 Level 5 即是六個等級 Level 0 即是指沒有任何輔助系統 Level 1 即是指車會有一些輔助系統 例如定速巡航、路線維持等等 重點是依然靠司機對路況的判斷和操作 Level 2 即是在某些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車可以自行駕駛 但依然依然靠司機的反應 即是司機雙手依然要駕緊軚盤,保持注意力 現在大部份車款系統都是屬於 Level 2 Level 3 至 Level 4 只要開始車能自行駕駛 雙手可以離開軚盤 到 Level 5 便是實現完全的自動駕駛 順利一提,Honda 剛剛發表的Honda Sensing Elite 就是 Level 3 現在做得最出色的主動式安全系統依然都是 Tesla 不過大家到 Tesla 官網會看到它的 Autopilot 依然是 Beta 版 至於其他車廠的技術亦都成熟了很多 今天我們找來三部車去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分別是萬事得 3 的 I+, 現代 Ironic Electric 及寶馬 520i 除了它們三間車廠 其他車廠的車都已經有主動式安全 建議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與各大車廠聯絡 在這條影片我就不會詳述了 因為重點都是為大家介紹主動式安全系統 分別是前車碰撞警示加輔助 路線偏離警示加輔助 盲點偵測,以及會解釋甚麼是半套和全套的主動式定速巡航系統 影片內,所有測試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進行 作為駕駛者,必須要時刻留意交通情況 任何系統都只是輔助功能 好,我們現在試前方的碰撞 我們開箱 萬事得3的系統即使是4公里都可以 我們現在試一試 大家看到,非常反應靈敏的 差不多到達時,系統便立刻告訴大家 你要刷車,所以你會看到儀錶板 便會看到刷車,兩個字 當你仍然沒有刷車,你仍然沒有刷車 它便會幫你刷車 我們現在先試了道路偏離 警示和輔助 大多數,很久以前只有警示 警示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踏線時發生一個聲響 但現在輔助是輔助的,是輔助自動修正 例如我們現在走直路 我們不覺不覺 可能先踏線 現在輔助自動修正 回到路的中間 在長度行車時是有幫助的 例如在Highway時,很多意外都是因為平衡而發生的 例如你踏了線,踏到旁邊的車 便會造成意外 所以這系統可以幫助駕駛者 在長度行車時,當你平衡時便會修正 給予認識靈魂的 例如Ford 有些部份型號的車款 其實它的警示不是聲響 是唐泰震 有些是有聲響 例如馬士德 有些車坐在旁邊的軚道會震動 兩件事一樣 都是為了安安車主 你踏線啊 主動式安全設備 其實有一點大家未必會留意到 當然就是盲點偵測 盲點偵測其實算是轉動式安全設備的一部份 今天和寶馬借了5米 和大家去做現實 其實現在已經是盲點偵測了 大家很容易就會看到 兩邊的側鏡會有三個形式 這三個形式是盲點偵測 駕駛時就代表有 剛剛我在碼頭圍到製車時 它也不錯 因為大家記得碼頭圍到製車時 有很多車 一轉彎 其實很容易在一些很闊的線 去窄線時 很容易看到盲點位在哪裏 有了這個盲點偵測 令駕駛者更加有一個 有一個認識 看到就不需要擔心 我自己的盲點偵測是較小的 所以有時在盲點位上是比較難以看到的 所以有一個盲點偵測的話 可以令駕駛者更加有一個驚覺性 不過很少可以留意到 譬如在香港有很多車上 包括寶碼、Benz 或Benz 都會看到 當然有些是選擇 如果我可以有聲音、景號的話 就更加理想 不過有時它會配合一個 除了有盲點偵測之外 還有車道偏離的警示、輔助 和輪胎可能會震動 這也算是一個警示方式 所以就看看你想要這個聲音 還是你想要軚盤的震動去提醒你 盲點偵測其實都是輔助 又沒有這個功能也好 駕駛者平時駕駛時都要多點頭 看清楚路面情況 我們現在試的是ACC 不過是半途 這個半途沒有 Start and Stock 功能 只能夠跟著前面的車 因應它的距離可以做自己的調校 但當前方的車停了 我們停了之後 它就沒有再啟動功能 我現在回旋處,回旋處 其實設定都很簡單 跟平時的定速巡航是一樣的 我按一下按鍵 而標板就會顯示綠色的燈 我們駕駛出去吧 我們現在設定了 設定是綠色的燈 我們先快一點點吧 其實它已經在行動了 我現在設定了兩個車位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車位 讓它再迫一點點 大家現在在儀錶板應該能夠看得到 我設定的時速是52kmh 但我現在追著前方的車 我這部車是45kmh 明顯是它已經跟著前方的車行動了 我現在停了 大家看到操作已經取消了 那你就只需要踩駛駛駛駛的車 我是喜歡這個功能,因為質素很好用 為何它不會再跟隨我一輛Ignus 再行動呢 因為這輛Marsd 3 的主動式定速巡航之所以叫半套 而不是全套 就是因為缺少了一個叫 Stop & Go 的功能 所以就找來 Arronic Electric 和大家講解 Stop & Go 的功能 實際的應用情況 之前就用馬爾士德來試了 ACC 包括半套 我們為了試全套 ACC 就和現代借了一輛 Arronic 電能板回來 這輛車就是有全套 ACC 再解釋一次甚麼是全套和半套 半套即是停車後不懂得自己再次追前輛車 而全套就是在停車後會自己在起動時追回前輛車 繼續保持主動式巡洞系統 全套是 Level 2 2.0 的主動式安全設備才有 我剛才也試了一大輪,其實非常靈敏 按照樣設定你想要的速度 然後按設定 按設定後,它的主動式巡洞便會啟動 距離是分為一輛車的距離 兩輛車距離,三輛車及四輛車的距離 大家要自己的調校 而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因為它為了安全的情況 所以假設你一直都是四輛車位 如果你想去兩個車位的話 你調校了兩個車位的話,它不會立即向前飆 它是會等一等的 等一等才慢慢向前加速 這是為了安全的情況 為了避免旁邊有車馬上載 所以這就是它的安全系統 現在在將軍澳出回工業處 我們會跟著前面的車,我會再試一試給大家 告訴大家其實這件事是怎樣做的 我按一按這個Curse Control 然後我便設定我的速度 現在速度是71kmh 它已經開始自己來了 好了,看到就好了,自己停了 我現在的車位是有四個車位的 所以它會不停地拉軟的 所以我現在給大家看見效果有三個車位 我現在是完全鬆了腳,它便自己去 因為有快速相機,我便調校了68kmh 它依然跟著前面駕駛Van 以這三個車位與距離 前面是回旋處 我們便可以看到停底 停下來後,再停下來 這個功能 這就是全套主動式巡航系統的精髓 停下來,它便跟著走 脫掉了 要留意的地方是,只要它的鏡頭 是脫掉前面的車後 它便會取消了整個跟車那件事 所以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打起十二分精神 每次都跟大家說,這個系統 輔助大家駕駛 所以你需要同樣打起十二分精神 去留意前車的情況 好了,我們現在在觀擾了 看看觀擾用這個主動式巡航系統 看看會否有甚麼效果出現 因為我們還是想試試它的 Stop & Go 功能 回到九龍灣 大家知道九龍灣 便會有燈位 多到最好便是試 OK YEAH 停 好了,再微微繼續走 好了,燈位了 我現在全程都沒有踏圖駛的 這裡另外一個地方要提提 因為有一個主動式巡航系統 當你停止了三秒後 它便不會立即在Stop & Go 上 再跟隨前面的車 你會自己越需要踏踏油門才會啟動 所以在燈位時 如果它停止一久 等超過三秒後 你便需要踏輕輕的油門 啟動整個主動式巡航系統 好了,現在綠燈了 等超過三秒,我試一試 前面走後 其實它便不會自己立即 我要輕輕 好了,停一停就行了 碰一碰,它便會自己繼續 然後繼續 看到了嗎?看到了嗎?就是這樣 只要在3秒以內 它便會自己停止再去的 馬上進來,是不行的 大家看到剛才有車輛進來 一輛進來時,因應不到前面的距離 因為路亂了,所以它用不到主動式巡導系統的功能 所以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主動式巡導系統,不願意在城市內用 即是城市內的路段用 因為城市路面的情況實在太多變 有一個很危急的情況 千萬打掃十二分精神 所以這個系統都要在 Highway 用中最適合 前車碰重警示及輔助 在 2015 年的美國工路安全保險協會 有一份研究指出,這個系統對駕駛者最有幫助 不同車廠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用鏡頭,有些用雷達 除了前車,還有後車都一樣有這個功能 看完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都對主動式安全系統有更多的了解 其實還有一些功能我還未說到 例如是自動泊車,晚上行車時頭燈會亮點及暗點之類 等待 Part 2 再為大家介紹 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 Like 及 Share 看完廣告,訂閱頻道,按鈴鐺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多一次就 Caleb 看見 來照片 在邊 住手 按車 Election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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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